你要开矿的话 你比别人晚啊 别人的矿都好了 他不敢开出来 感了 我觉得感了 那 马叔这边是 好热啊 你又想吃马叔的宵夜了 宵夜我也会煮心 你说我中午没吃饭 晚上就随便扒两口 看到马叔那个宵夜 我整天不掉口水 干脆我入党算 我当这个职位不错 稍微注意会煮心 那我希望你 下去买两个 买两串这个 不要钱的鱼蛋上来 阿凡达 他造的阿凡达 他没有升隐形 而 Defly这边 这个马叔这边是 纯围巾 纯围巾 隐形 就是那个升 Defly的矿先烤 就是经济 经济优势 TVT我觉得有时候 看得挺淡疼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优势 他不能 就不能很快的 用灵力的攻势 能拿下 他很快的优势 只能慢慢的积累 慢慢的积累积累成盛势 你要是不解说的话 看着看着可能会有点咳睡 今天还六场TVT 这个还好没加赛 加赛就八场 那应该 那今天加上 幸会是没有加赛 那您是否要感谢一下马叔 马叔 你不感谢Defly 日飞哥 日飞哥 我觉得 他已经尽力了 那个 刚才这个 韩文翻译 在跟Defly说 拜拜 日飞哥非常伤心的 准备离去 走了 要的回来 还有三四名决赛 八场 还有一场 但是还有一场 日飞哥也是最后 向我们中国玩家 展示的这个机会 他肯定是 也是不会放弃的 对 会尽将 会接近全力 但是这个消息 对马叔并不是特别好 马叔 马叔加入光头党的话 这个确实是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 曾经参加过 WCG获得世界冠军 坦克走的时候 你看那个东西 朝那一头 看见没有 这个场面 其实非常漂亮 所以说TVT 没意思就这样 多单调 都不敢打 对 都不敢打 因为确实防守防伤 优势很大 马叔还要开三框 马叔现在由于经历上 稍微落后的对方 现在感觉 打爱打不进去 那就开三框 毕竟他这边有坦克 把守起来 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现在 现在 现在日飞哥这边 是不断的巩固 他自己的这个 战线 空中 空中力量 打算打一个 比较纯空军的打法 我还是觉得 这个 Dfly Dfly Dfly今天 被淘汰有点可惜 我的内心中间 还是希望这个 Dfly有一点出现机会 因为Dfly 他踢为踢弱 但是他打其他组 打得很有观赏 对 Dfly 这个空投 确实是 非常 非常灵动 但是我觉得 你看Dfly是 淘汰了多少 韩国平手 来听起来 杰拉德被他 弄掉了 翻了什么 被他弄掉 那个 韩国赛区 几个重鱼 都被他给弄掉 那个桌线 打得好多滑铃 现在马术 马术发现 对方的大军压境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现在人口比对方落后了 将近30 那就是 确实有点多 但是 就是飞哥这边也不敢打 这最后一场比赛也是 接近全力 毕竟是三四名的决赛 我只能说 再 再这样弄下去 还真有人让我咳睡 好 这边是冲击的马 这边是三框 好 按下对手三框 最薄弱的一层 好 这边要打了吗 这个不敢打 看一下围星战机 数量 哇 这坦克 马术要少一点 马术要少一点 马术应该要少一点 这边是用了一个 是 哇 这个感觉 这两个太 这两个 放位置没放好 马术这边应该是要机器的 哇 这空虚可以说是完胜 看一下双方对拼之后的人口 我们看到马术这边人口是巨匠 哎呀 马术啊 最后还是像我们展现了一个 老匠应该展现 应该具有的这个 这个技術性能力的一个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马术是 嗯 这一场 这一场马术这个 基本上没办法翻盘了 对马术这一场基本上要单关了 马术一挥手 嗯 那个头发已经掉光了 哎我真的好了 马术那个宵夜能不能送给他给我吃点 杜亚这个定点无人 无人这个叫什么 无人防御机 无人防御机 我们这边还要预告一下 明天的下午是一个十六进八的比赛 也就是八分之一决赛 明天晚上同样是八分之一决赛 三四场 明天下午是一二场 然后这个八分之一决赛是BO3 BO3的比赛 所以说希望大家观看 这个是单讨 其实很残酷 接下来我们一段反而后 马天元打出了GG 非常精彩 那这场比赛打过之后 马天元是进入了某种光头场 而DevLight也是遗憾的出局 非常敬业 幸运晚辈淘汰还是打得非常的专业 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抽新环节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